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河南省考古学会副会长 河南省政协委员 河南省一级期刊《黄土黄总人》杂志下旬刊的《华夏文明》的主编 也是郑州大学的硕士生导师郑州市领导直接联系高端人才 他同时荣获国家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 国家有杰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国家文物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方案审核专家 中原基础研究领军人才 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河南省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等荣誉称号 顾博士工作以来以主要成员的身份参与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中华文明探员工程等有关考古项目 并参与负责中埃跟中罗合作的中华文明走出去工作 获得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三项 国家田眼考古质量奖一等奖一项等省部级专业奖项 及荣誉称号九项 顾博士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 夏商考古以及中国早期艺术史研究 公众考古学传播研究 主要着力于养韶文化聚落考古研究 新自期与中期夏史研究 中国古代玉器研究 采陶文化研究 以及商周青铜图像学研究 出版的专注有田野考古与艺术史研究 文集文明之光古都郑州探索与研究 临风与盛光 大气光向考古学的理论与案例研究 新密新资1999到2000年 田野考古发掘报告 其中的龙山文化部分 并主持编写了郑州市城市 快速轨道交通文化遗产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金尊奖 主编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 十三部在国际国内重要学术会议论文集 以及各种学术期间发表论文130余篇 是一个研究范围比很广阔的 并且研究深度很深 而且出版非常丰硕的一位学者 那么现在我们事不宜迟 就把时间交给顾博士 顾博士请 好的 尊敬的徐晓东老师和各位朋友 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 受到咱们我们的研究计划 中国考古艺术研究计划的邀请 向大家汇报 有关拱义双怀树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与相关的研究 那么我下面就开始 把这为主要的内容 做一个简要的报告 主要的内容 从这个三个方面来讲 一个是概况 第二个是这样发现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对于它的聚落的结构 性质 以及它与这个有关 皇帝古史问题的 关联的一些思考 双怀树遗址呢 位于这个 咱们大家看 位于黄河的中下游的交汇处 这有个大匹山 大匹山 大匹的山脚下 就是黄河 然后呢 有一条非常著名的人文河流 叫 宜洛河 或者叫宜洛河 洛河交汇处 从岸里头呢 那个地方再出发 来到达了这个双怀树这个地点 交汇 就这样两条大河交汇处 那么它的东面呢 就是我们说的叫 虎牢关 西面呢 就是黑石关 西南端呢 就是著名的轩辕关 另外呢 在它的登兰端 也有非常有名的老建林 老建林 应该是一个呢 故若金汤之地 简单说呢 就是北边是大河 对吧 南面是高山 我们通常说呢 就是松山 松山 小地名呢 就有叫福西山的 喉山的等等 那么东面呢 就是这个山地 丘陵的这个过渡地带 我们说的 这个玉东平原 玉中玉东平原 西部是遗落盆地 遗落盆地 这样一个历史地貌范围内 那么如果从 土壤学的角度来讲呢 它就是一个黄土的台园 黄土台园 南面呢 这个松山呢 就是一些基岩 喉山啊 底下都是基岩 所以我们看 黄河为什么到这个地方 开始往南面甩不动了 原因是 这底下都是以基岩 作为它的这个底层 这个移植 如果从纬度来看 纬纬度来看 就是东京 113度 5分12秒 北纬34度 48分56 主要的海拔呢 都在181米左右 达到181米左右 这个呢 是我们做的一个 南北的 经过勘探的地貌 这底下是黎石黄土 这上面是马兰黄土 这些呢 这是这些夯土 夯土和这个 马兰黄土之间 就是这种全新式的 古土壤 这是一个 从北到南的 一个泡面图 下面呢 我们就介绍一下 双槐树遗址的 重要发现 双槐树遗址呢 有一些媒体 都进行过报道 我们也进行过 一部分的材料的公布 重要的翻译 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山葱环毫 大家可以看 加上西北的 这个区域 是一个躁域 总共在有外围 还有很多的 这个文化城 道路等等 总共面积的是 117万平米 核心区呢 大概达到了 50多万平方米 大家看这 三重环毫呢 它是同样一个 幅度 虽然建造和 使用的时间呢 有错落 但是总的来看 在相当一部分 时间内 它是统一规划 统一使用的 这是其中的一个豪 这个豪呢 宽 17米左右 深将近10米 目前的蝉长 是1600米左右 另外在一些豪之间呢 有一些 我们认为是 跟桥有关的 大家看 这样一个外豪 西门 这上面就有 很多的柱洞 应该呢 跟一些桥墩 或者说是吊桥有关系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聚落遗迹呢 就是有围墙的 中心居址 大家可以看 在这个位置 三重环毫的北部 这是一个特写图 就在这样一个 半月形地带里面 围绕了将近 18000平米 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我们说的 带围墙的 中心居址 里面有很多的房子 前面有围墙 比方是两道 结构呢 是典型的 所谓的梦城结构 目前呢 应该是最早的梦城 大家看到 这一道梦城的 两道城墙 是两道门 这一个错位门 这由DII做的错位门 一共有两道门 并且这一道门的前面 埋了九个罐子 我们错不认为呢 可能跟北斗 九庆有定的关系 说到梦城呢 大家都比较熟悉啊 这个比如说 在门口啊 做某种护门墙 这是西山 我们郑州的另外一座 养烧晚气城 还有呢 实际上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交加遗址 实际上在门口 也有一道横墙 如果我们再看一看 像这个神木石马 当然这个晚一点了 晚一点了 还有石洛洛三外城 这也是典型的旺城 当然还有个陶室啊 我这里面没有上读 还有比较完备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旺金楼的 也就是在我们郑州 一个商代的典型的旺城 当然我们大家 如果熟悉 烟室商城的话 也很典型 总的来看呢 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双槐树的呢 带着两道墙 两个城门的 旺城式结构呢 目前从考古学连带上来看呢 是时代是最早 大概相当于大河村文化的三期 而且他判断的连带呢 卡得比较实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那一座 这个两道 这个城墙 两道围墙的 里面的问关杖 埋在里面作为 应该是祭祀 他的连带卡得很准确 就是大河村文化的三期 相当于养肃文化的中期 偏晚阶段 或者说养肃文化 晚期的偏早阶段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 这个半月形地带里面 一万八千平米左右 我们已经发掘的 这种大房子 都是一些长方形的建筑 并且前面有围囊 有的现在我们正在发掘的 清理过的 有的后面也有围囊 这是不同的区别 第三个比较大的建筑 这个发现的遗迹 就是大型的这种建筑机制 你也可以说 它是最早的中原式的这种宫殿 那么就是一个大的围墙 然后有这个塑门 有这个单间的连起来的 当然这个是开间的 大概有十到十三开间左右的 一株大房子 然后外围一株围墙 这个面积能达到一千三百多平米 一千三百多平米 这是一号院 这边的是二号院 底下的那个三号院 而且一号院二号院三号院 都是建在大型的夯土台机之上 大家看一号院 时代是大合成文化三期 大家看这个F76 就是这一栋建筑的主体 就像那样 里头一号宫殿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当时的中原正落地区 这种大型的宫殿建筑 就是这种风格 一直延续到我们 包括商代也很典型 当然关中地区 可能有另外一套特色 这是一号院落的门塑 和这个门道 这个门道的很特殊 分了三个台阶 就我们后来说壁下的壁 分台阶了 分壁了 这是它门口的 我们刚才说的大型建筑 门口的一个广场 广场都是这种方形很厚的板柱 一块一块板柱起来 这就是主体建筑 这个主体建筑呢 目前我们看到 它好像没有分间 就是它是连在一块的 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是 这个祖庙 也有些学者认为 那应该符合祖老祖右舍 应该是设计 当然了这个还有待研究 爱好院落非常重要 因为什么呢 它除了一些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伏笔柱 墙与 尤其伏笔柱 是最早出现 或者叫伏笔墙伏笔柱 非常密集 非常密集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里面 出现了一个类似 公质型的建筑 公质型的建筑 我们如果看 这个西周的很多的建筑 有这个风格 中间 有这个唐 两边有两厢 东厢西厢 但是现在因为这些 还没有进行 进一步发掘 所以呢 具体的结果尚不清晰 但这一支围廊很清楚 整个面积呢 是一千五百多平米 面积非常大 有三个门 这地方一个门 这地方一个门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也有个门石 在前面 这个大概这个位置 被破坏掉了 根据我们的判断啊 和相关的遗迹 破坏掉的遗迹 可能还有个 类似站岗的哨兵啊 露天站岗的位置 和现在我们说 门外站岗的哨兵 雷兵差不多 他这套建筑 最为重要的是 他位于中轴县上 整个建筑的中轴县上 并且有一个 很特殊的一号门道 大家可以看到 那就是一门三道 一门三道 一门三道 三个柱子 这个柱子的直径呢 都在一米左右 这个 而且是方形的柱子 从长城的看来 是典型的方形 根据有些建筑学的复原呢 大概有五米左右 应该是比较恢弘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立面还保存站 中间呢 这些近代的这个古墓 给它破坏掉 这是爱好 院的院墙的基潮 当时的基潮就是 先挖个基潮 走外面的 再填一个小的基潮 来给它压实 这是一些伏笔墙的结构 这是呢 有一些大型的制处石 三号院落呢 目前呢 因为这个底下 跌压在下面 但是呢 我们粗略的估计 至少有1800匹部 我们都知道 公式建筑啊 比如说这个 咱们说楼山堡 大家都知道 很熟悉啊 就相当于一个 一个弧形 前塘后寺一样 是吧 就跟一个奥子型的 这种风格 后来西州啊 也有好多这样的建筑 包括我们最近 发现的南左呀 包括大力湾的F901啊 都是这种建筑啊 相当于四合院 但是在当时的 正落地区呢 却是典型的这种 大围墙 然后里面 又一株主体建筑 这是我们郑州 相当于龙山时代的 龙山时代的 古城寨遗址 它和后来 它和前面的 我们刚才说的 双槐树一二三号 大型建筑 尤其比较清晰的 一号二号建筑 它是一脉相承的 再往下面就是什么 就是 新寨遗址的 这个宫殿建筑 和阿里头遗址的 那些宫殿建筑 这就是阿里头遗址的 这是典型的 一门山道 大家看到阿里头的 这个宫殿 就是一门山道 掩饰昌城的三号宫殿 就是典型的一门山道 还有五号宫殿 第四是大型版柱一级 我们刚才看到了一号院 一号院门口 有一个大型的版柱 刚才我们大家已经看到了 但是这个版柱 并不是一号院的 一号院的广场 还在它底面压着 它是一号院上面应该还有一栋建筑 这种版柱的广场 非常可惜 已经被破坏掉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被破坏掉的一号建筑门口 应该是叠压在一号建筑之上的 那一栋建筑 前面的大型广场 就是这些 非常规则 另外呢 我们在刚才说了 一号建筑和二三号建筑 实际上中间有一头大道 而这条大道的左右 是两块巨型的夯土 大概能达到五千多平米 是一个夯土的台积 在这条大道上呢 目前我们发现 类似 城主的车子的迹象 或者说 是运输工具的 折 但是是不是车 因为这此事体大 牵涉到皇帝时代 或者养肃文化时期 有没有车的问题 这一个的距离很长 我们目前的 只是解剖了这一小半 一般的这个两个折的距 就是一米一 一米左右 跟后来我们说 在早期的车子的距离 也非常相似 也有可能是 民族学资料里面的一种 我们说 这个雪橇一样的运输工具 也是有可能的 第五个比较重大的发现 是大型的墓地 目前的一共发现了四区墓地 其中一区相对独立 城牌分布非常密集 排列有序 里面有记载 三区相对小一点 二区的主要在中心线上 为止比较大的墓 四区是中小型的墓 这是墓藏一区 非常规矩 非常规矩 这墓藏一区 目前我们发掘了一部分 就是比较大型的墓 另外在这些墓藏区里面 我们发现有三个 比较大型的祭坛 很有可能是墓中祭坛 根据周里中人 里面有记载 就墓藏里面的这个 墓藏区里面 往往会有祭坛 当然 这一个祭坛 是否同时发挥了别的作用 我们目前的有一些 天文学家在这研究 发现了一些 上面有一些柱子 可能跟天文观测 有密切的关系 就是这一个祭坛 上面有一些柱洞 而且所有的墓藏 都是围绕着这个祭坛 到它附近就开始拐弯了 另外呢 我想汇报一下 我们目前发现的三个祭坛 包括双槐树的里面 有一些大型建筑 像F12呀 像这个一号宫殿呢 我们目前吃成比较准确的 它的长宽呢 都征寻所谓的根换结构 就是叫勾股定点 那么它与全国 我们当时看红山文化呀 梁筹文化等等这种三层方 或者说方圆 包括冯时先生说的 这个刘和良的那个 三环石坦 土坛 是否代表着这个 当时的三横结构 就是他们之间 有一个根换的关系 我看到有些学者也认为呢 可能不是太准确 因为红山文化有些 三环石坦并不正确跟换 但是呢我们综合判断 有些时候啊 我们中国的所谓的三横这种 千文思想 应该来自于道 天道 天道的这为本质的特点 就是变迁 就跟我们说 佛要随着机缘进行化身一样 也有可能是适当的变化 恰恰体现了 它的特点 就是万变不利其中 都是三大成 这是双怀树遗址的淘气谱系 目前这个遗址呢 我们除了培磊岗时期 分作遗址之外 其他的地方总共分为 养烧时期和龙山早期 大家可以试一看一下 这是遗址的陶片 这是培磊岗时代的 就是在八千年前 这个遗址呢 有少量的人在 中间又隔了很多年 一直到五千多年前 五千多年前的时候呢 才有了养烧的人们 就养烧文化的中晚期 到龙山早期 开始在这汇聚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是目前 我们有关养烧时期 这种多角形彩陶 最为完整的一个 包括国内外的树场 这是第二件 这是三期的 大家看 开始变折 上面有个附加丁文 是点心特征 由胡变折 三期的 这是四期一段的 四期也是很繁盛的 上面有个类似迪奥的 这个标志 四期一段的 这个很典型的权杖头 当然 它和我们说欧亚大陆的权杖头 具有密集的关系 四期一段呢 大家看这几件东西 就跟大帝湾 跟我们说的这个洛阳 都有密集的关系 很特殊的一种器物 四期二段 好 这个大家就看看就OK 四期三段 这个所谓的薄如蚕蚕的 这种杯子 黄颜色带彩绘的 是南方曲家里的东西 在四期三段的时候 曲家里的东西 已经明确地向中原挺进 这是第五期的 这个我们这个第五期 就是龙山文化的早期 就相当于我们平常说的 考古学文化 普系里面的妙爱阶段 好 双槐树碳石室的硕距 目前呢 基本年代范围是 五千四到四千六 其中养烧文化的 爱期到四期 因为一期是霹雳港 五千四到四千八 过渡期加龙山早期早段 晚段的范围 在四千八到四千六 就是在过渡期时候 还比较繁华 到龙山早期呢 还不错 然后呢 就开始衰落 目前呢 这个双槐树遗址的 多学科研究呢 有很多的这个团队吧 这个我下面 简要的给大家说 代表性 植物考古呢 目前的结论 是以树和树为主 这是北方的典型的 汉座农业 水稻呢 有少量 就是当时的生液结构呢 还没有产生巨大变化 双槐树的人骨 目前我们全国的 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团队呢 都介入了这个遗址研究 目前我们对它的这个DNA啊 做得很细致 基本每个必做 目前已经做了将近三百具人骨 这为主要的一个标志是 一个特征是 这个男性的DNA啊 都比较稳定 女性的这个 这个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说明了当时的婚姻结构的 一种基本状态 另外呢 就是这个 这里的男同志啊 我们做了三百个左右的 大概有两百多个 显示出男性在这个聚落 基本上是不干活的 就相当于管理者和知识分子 也凸显了这个遗址的特殊性质 也是相互的 双槐树遗址的天文考古 主要是我们和史书师大 天文学系啊 吴嘉碧团队在做一些研究 这个的研究的基本的发现呢 就发现了比较早期的 我们说三头粒啊 就根据两边的山脉的起伏 来判断季节的变化 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 这个天文学现象的 就是在巨星房子 一万八千平米 那个大型聚落里面 一个F12 面积很大 两百多平米 在它的前 大家看在石的中心 有个路的麋鹿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珠孤架 这是它的栏门 这个路的头呢 也带着蓝 就是这一共埋了九个罐子 我们根据初步的判断 包括瓮城的第二道门道 也有九 那么这种九个罐子代表什么 大家如果看到了 青苔子的这样一个图 我们就要明白了 实际上它也是代表 背头九星的 而且当时的北极星 在这两颗星的3.1倍左右 就类似圆丘这个地方 当然这是我们雷论的 我们测算的比较准确的 当时还不那么准确 这种深黄土 夯了一个圆丘 实际上就相当于北极的位置 夯了一个深土黄土丘 那么这个位置 显然是代表什么的呢 代表天地的 就是天极 北天极 如果在这个地方济世的话 显然它就代表天 按照周磊的说法的话 当时的祭祀人应该在 它的东南方站立来祭祀他 这个就是北极了 我们后来说的圆丘祭天 实际上也是表示 跟天相似的意思 但是后来的圆丘祭天 包括跟它年代差不太多的 像红山等等 一般都是三个圆的 那么根据相关的研究 如果用一个单纯的土丘 不加分层的话 是最朴素的 就祭天 天是最朴素最朴素的 就显得更加原始 但是呢 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呢 它已经加了三层 三层了 像红山文化 对吧 另外我们最近大家 如果看三星的八号 埋藏坑的那个青铜祭坛 它的三层昆仑的表面 分为九宫阁 在这中心的那个阁上 一个小铜人在杯子里 一个大祭祀啊 在祭天 他所跪的那个地方 也是一个圆丘 四周四山 围起来一个圆丘 也是显得很原始 而且是在山 山上面 所以就更原始 那么更与天相呼应 相似 还不是三层 好了 我们这样一来 反过来就可以看到 那么这是一个被斗九星 当然它不是太规矩 不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规矩 但大致能看出来 这是个斗魁 这是左腑右臂 第八个星 第九个星 那么这个位置呢 就相当于北极的位置 朱姑架呢 就相当于斗魁 北极在往南走 这边往南走 的位置 好 大家看看六千四百年前的时候 这个人 浦阳西水波四十五号目 他就在斗魁的上方 显然他也是在北极位置上 左龙右虎春分这一天 那么显然就相当于道家的小周天 他在太极的位置上表明什么呢 表示他是有道的 他修行得道的 我们说虚无啊 太一啊 后来讲的 道生一生二生三 三生万物啊 地出万物一阵啊 都是这个北极的位置 当时也应该是天龙座阿法 大概是 我们大家再看 红山文化 刘和良的十几个地点 他的雷起来一看 也是一个背斗的造型 那么我们有一位学者 曾经把这些点连到一块 连成了所谓的背斗 我认为他的失漏是对的 但是呢 每个点的连法可能有问题 实际上应该这样来看 整个 是一个背斗的形状 左右 左腑右臂是背斗九星 他的连带 和我们刚才说的 清太阳之差不太多 正好一号旅神庙 落在了斗魁附近 这就是五千多年前的 背斗 这是天雷四星 往往对应的猪啊 这是当时的北极 比如说延长三年一到三点四 三北 就是天龙座阿法 又输 好 这新的发现是什么呢 就在这个位置 贾孝兵先生他们在刘和良 就在旅神庙的 是最低位置 旅神庙原来和这些建筑 都是一回事 总共分了多少呢 分了九个台阶 这是第一号台阶 有九个台丘吧 那我们知道 钱挂用九啊 就是天的意思 那么这个一号旅神庙 就属于最低的一个台阶 就是从最高层下九个台地 然后到了最低这个位置 到哪了呢 就到了斗魁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背斗九星的斗魁的部位 北极 那么因为这是九个台阶 所以最高点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北极 那么他下到最低点了之后呢 就好像他往下下下的斗魁里面 什么意思啊 就是皇帝做背斗 如良之汉画有这样的造型 我们知道在九宫里面经常讲 太一下行八卦之功 来进行全天巡视 坐到背斗星这个黄包车里面 巡周天 大家看到皇帝坐背斗啊 这都知道 这都很熟悉了 但是这个人在北极的位置上 为了表示他 离合了 就合了阴和阳 成为了 极 太极 那么他如果下来 下到这个位置 就相当于下到这个位置 相当于我们说上帝啊 下到不严格的说 下到斗魁里面 然后随着背斗的旋转 来巡查周天 好我们再反过来看 刚才说了 这个麋鹿 是在 北极点 这个猪呢 基本上是在斗魁附近 它的位置比它更近 但是不是太准确 也就是一个象征的作用 那么这个麋鹿 就相当于当时的北极点 这个猪呢 就相当于 董魁里面的天理是心 因为猪四月深嘛 也就是相当于猪的 可以作为猪的象征 那么麋鹿特殊 麋鹿只是在 每年的冬至脱脚 所以呢 很多人把麋鹿与冬至关联 那么一年的安寺节气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冬至 所以往往很多的帝王 也就在冬至这一天祭天 当然在汉代有些时候 也有在金泽祭天的 但是呢 显然不太科学 还是在冬至这一天 包括跟我们有联系的 玛雅文明那边 有些现象 也是在冬至这一天 举行政权交接 表示新旧交替 因为冬至一扬升 好 我们在说 这个刚才说了 这个麋鹿的问题了 就相当于北极了 我们在这个 乌拉埃地区 在战国时期 像俄罗斯 乌克兰 乌拉埃山脉附近 实际上在战国时候 也有用路来表达背极 这个呢 更特殊的是用麋鹿 因为麋鹿是在冬至这一天 结脚 其他的路呢 都在下子 当然有人文献记载说 他的路脚的长得也很特殊 跟一般的路不一样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为什么用猪来表达天理事心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赢了这个东西 这实际上是 庆 对吧 这是商代的庆 实际上 格国要领埃还有好几件 湖北上海博物馆都有 实际上这个庆 中国这朝的庆 从妙儿阶段开始去见 都是用猪来表达 绝大部分 非常像云猪 这个是陶氏的时候商代的 为什么用猪来表达欲情呢 表达庆呢 天雷是心 对应着可以表达猪 那么我根据文献的记载 所谓的庆 被认为是上帝的御婴 比如说北极典在这位上 又输 这是斗亏里面的一个猪 在哼哼 就相当于上帝的御婴 这是我们的一个戳不认识 因为不是讲的重点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猪的身上 都有这种利火纹 并不是美呀 并不是表示音乐的 这个 表示它的音韵的 它实际上都是一个一个利火纹 有的简化而已 利火纹是什么 表达精气神的 所以有好多学者也做过测试 这些点跟音没有什么关系 它表达这个庆 猪很有精气神 那也就是这个庆音嘹亮 何浅平 好 在双槐树椅子的天文学的发现里面 还有这种东西 我们刚才说了 简要的看就是它 中间是真太阳 然后两边是两个光 这是22度光阴 这是46度光阴 月映三根风 日映五十雨 它为什么把它注到这个罐子上面呢 就是想把它 就是当不下雨的时候 它拿着它来求雨 因为它知道 出现这种太阳大气光像的时候 月映日映三根风 月映三根风 日映五十雨 就要下雨 所以很可能是一个求雨的 这么一个工具 这种艺术呢 很有可能跟太阳大气光像 具有密集关系 当然太阳大气光像 这种肉眼可以看得到 在中国史前 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甚至在州里面有记者 专门有官员是负责观察 十种太阳大气光像 好 丝绸文明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翻译 就是丝绸 大家可以看 这个丝绸 这个很有名了 因为我们原来对丝绸啊 到底是家残野残不知道 包括印度 摩亨佐达 罗亚等等啊 都不知道是家残野残 中国也不太清楚 我们想解决的很难解决 因为你从残尸本身的角度 找不到一个窍门来说 什么是古代残尸 什么是现代残尸 但是我们这一次 发现了这样一件 孤雕的残雕 从他的造型来看是典型的家残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而且他头昂尾翘 是正在兔丝状的身上 并且瓶绳磨光 偏黄色 那么他是一个野猪的獠牙雕的 也是残了在兔丝的时候 身体是透明的 泛黄颜色的 可能具有某种离合 那我们后来的这个 中国师徒博物馆的 赵峰团队 这个周扬团队 就利用 这一次残的发现 和相关的研究 从而发明了一种 这个检测方法 就是化学免疫 媒联技术 那么这一次呢 也在三星的考古里面 发挥了重大作用 犬杖刚才我们说了 实际上犬杖 是传到中原很久 主要是在欧洲欧亚 那么 在我们看这个 各大台吧 就是在半坡啊 和这个 后来的养烧庙里 过来的过渡阶阶段 也已经发现了犬杖 网上有公布啊 他们已经发表了 那么在养烧文化的中期呢 也在好多地方发现 甚至在洪山文化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犬杖 当然这种犬杖的文化呢 基本上是西方社的 这个中亚啊 欧亚西部地区的特色 但是这个更特殊 在上面有这种 而且 用这些点状来表达 我们看这是五 然后这边是十三 好像是洛书 天气第六一样 中五一样 反正我们觉得 可能跟硕硕有关 因为这个地方是 遗落和交汇处 有非常密集的 和杜洛书传说 所以一个人 如果掌握这个犬杖 掌握了天地的密码 肯定就代表他 和以文化沟通天地 这是中国西白地区 出租的一些权杖 等等 这是商代的 还有还存在 这是我们看到 爱里头一指的 象牙的这个权杖 实际上在西部巴蜀地区的 宝敦文化 也有这么长的一些权杖 这是我们说的 松泽和弗泉山的 象牙的权杖 这当然是 以色列的那些地方 出现的这个 青铜权杖 当然我们看 在罗马利亚 在各地 东宫也很常见 这是春秋的时候的 黄金权杖 最近雷水晨老师呢 专门出了一本书 叫《药物扬威》 专门研究这个权杖 写得很精彩 好 第三方面 向大家报告一下 双坏数遗址的聚落结构 聚落性质 及有关皇帝古史问题的思考 一个是聚落的本体结构 我们刚才已经断断续给大家介绍了 总的来说 有三重规划遗址的环号 这边被黄河冲毁 然后同一弧度 形成三重 我们错误的研究呢 它离合了天的三横结构 就是所谓的 征询了基本的根号艾结构的 昆仑式的建筑 当然它是离合天的 不是离合地的 地的三层昆仑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也是为了跟天相应的 大家看一看 这个北部 内侯的内部 是一个半月形地带 我们说的有建筑 有水池 有花园 前面有两道围墙 围墙在这地方呢 有两道门 两道错位的共城 一共是有两道 你看这地方一道 这地方一道 并且呢 在这一道的前面呢 还有九个罐子 摆着一定的造型 可能跟北斗九星有关 在大型中心居址内部 我们目前发掘的范围内 发现了一个F-12面积巨大 两百多平米 它的前面有个典型的北斗九星 是最大的一座房子 中间带了一个巷道 那么再往前面 就是这些宫殿 建在将近五千多平米的 夯主台机场 给我们的宏观的看法 在一个中轴线 而且再往南部 我们会看到 南部的最高峰 也跟它在一块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 我们所谓的建中立即 就是在设计一个 大型都役的时候 建中立即是一个基本 首先要做的是 第二个蕴含的含义 什么呢 这边现在是住人的 前面的应该是跟办公啊 跟祭祀 我们说世主 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就戳部具备了晚期 我们说什么 稍晚一点叫做 前朝后勤的这么一种结构 我们现在说前朝后勤 好像有些学者认为 只是在商代才比较明显 爱里头好像也不是太明显 好像是把这个朝勤 融合到一块 但是呢 在双槐树这个地方 看得非常明确 非常明确 这是目前我们看到 典型的前朝后勤的典型格局 然后呢 这些环壕之间的 有向道相连 就是一些联通器一样 相连到一块 然后分为几大墨藏区 另外这个时代呢 我们没有细分啊 这是为了简化 就这三条毫 三环 是有一定的同时的 同时规划 然后有一段 共乘时间 核心区域 都是在大河村的 爱期晚段 三期四期 是最为繁盛 好 第二 我们说 李博谦先生提出来 双槐树遗址 应该是 河洛 被称为河洛古国 属于古国这么一个阶段 当然关于古国这个定义呢 有不同学者 有不同学者的看法 总的来说呢 是达到了文明阶段 处于一个国家的处形 大概是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含义 另外双槐树遗址 所出的很特殊 你看后港文化 下王港文化 这边我们常说的 大河村文化 它处于这么多的遗址 的一个钉子路口 在这两大 文化之间 它的位置很关键 当然到现在为止 它的位置也很关键 它基本上位于第三台地 这都是第三台地了 这边是第二台地 交汇处 我们再看它附近的遗址 双槐树遗址 为中心在这个地方 这边到了山西 纪元等地 这边到了洛阳 这边到了郑州 以郑州市为主的 基本上整个区域 包括新乡 郊州 这我们都调查过 非常典型的 我们说双槐树文化也好 大河村文化也好 秦王寨文化也好 这个核心区 也就是南部 基本上到达松山 东部到达郑州一东的 玉东平原 北部到达新乡 东南到达山西的东南部 跨黄河两岸 遗落河上游 这么一个辽阔的区域 是比较完备的 你可以称为大河村文化区域 或者以大河村文化为主的区域 因为张忠平先生当年说 说正落地区 庙地公文化类型之后 大河村文化是个排头兵 指的应该就是这一个区域 那么这一个区域呢 那么它的核心聚落 应该就是双槐树 大家看它的聚落结构 我们初步的研究 一个湖心防御 第二个湖心防御 第三个带状防御 因为这上面是个黄土台啊 这是一座西山一座城 这在这一个湖心防御上面 又有两座城 一个点军台 一个水流章 在这个湖心防御上面 有个大河村古城 大河村古城是我们最新确认的 已经获得了荷兰省的五大 口味新发现 点军台城是我们勘探出来的 水流章这座城 那是我们已经发现确认的 但材料还没有公布啊 所以说它基本上依 刚才说了 东部是虎牢关 黑石关 轩原关 老建岭 在这个固若金汤的 南部的是松山 北部大河的固若金汤之地 那么它往东走地是越来越低 就是去当时的曲家岭 南部的曲家岭 东面的大温口都向中原汇聚 所以它必须在东面有防御 它的防御很有特点 城弧形 布置遗址 然后在前面有城 城弧形布置遗址 然后在前面有城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在大批山的台原上 如果敌人 从这个西山这里上来之后 也容易攻击它 怎么办呢 它就在这上面 密集地设计遗址 这都是椅子 这都是椅子 到了山脚下 设置了一个西山城 并且西山的城门 是带着山的 防御性质非常明显 所以这是我们研究的 目前的初步的 一双灰树 这个都一性遗址为核心的 聚落结构 那么西边它为什么不太防呢 为什么 西边指的是根据地 正落体局 甚至再往西 都是养生文化的 大根据地 好 第三个方面 我们的小的方面的思考 就是聚落的核心区域 黄河中有重要区域 大家都知道 大地湾一直发现得很早 大概100万平米以上 核心区域有50万左右 大地湾的F9012 都是非常有名的 另外最近 南左遗址 在北京大学早年发掘过几回 现在人民大学 也要在这个地方发掘 我们也曾经去调查过几年 那么这三者有什么关系 在黄河 为什么我们这么来说 因为根据我们的研究 这三者具有密切的关系 并且有高层的累议制度 任务的相互的关联传播 因为大地湾位于 第一第二台地交汇室 双淮室位于第二第三台地交汇室 说白了 就这个核套地区 也就是正正的黄河中油地带 我们目前发现这三个大家 当然韩建业教授也讲 这附近还有个比较大的遗址 但我觉得要想超过南左是很难 他认为在近边线 还有个比较大的遗址 好 这三个俱乐有什么关系呢 我简要介绍一下 我们先看大地湾 就这个F901 前塘后塞这种结构 这个大方子里面出租的很特殊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 秦安大地湾是很厉害 位于第二三台地交汇室 好 这是南左遗址的最新发现 这个面积的大概有600万平米 其中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大型建筑 并且有围墙 然后呢 分了九个台阶 九个台子 他们叫九仙女台 那么这个遗址呢 将近600万平米 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大型建筑 非常像什么楼山堡 对吧 你看这中间这个方形的房子 有个罩 这后面有柱洞一样 这个门道前面是 好像灰狼 就好像给人感觉是 前塘后塞 这一直到龙山堡 还有这样的典型结构 甚至到后来的西州的一些建筑 还有这种结构 它跟正洛地区有些学者也总结了 有所不同 还有所不同 我们刚才说的双槐树的那个 一岸三号宫殿式建筑 建立在夯土台积上面 面积超过1000多平米 用小房间连起来 外面一个大院子 门口有广场 那个呢 到我们的夏和桑 都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说两地略有区别 而且这种的四和院式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 后面的堂上前面是 门口 这个类似 说是朱总 实际上有点像赵一样 那么它与谁相似呢 它与 我们说的庙地 构类型的大房子 像林宝西坡呀 像杨关寨呀 等等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三个遗址 三个大聚落 在黄河的中游 第二台地 核桃 也就是中游地区吧 那么这三个遗址 尤其是郑州 这个双槐树 河洛古国 假设说我们把它与相关的股市进行联系的话 它跟谁有关呢 我们做一个戳不得大胆假设和小心认证吧 我们现在说都知道这个皇帝时代 皇帝时代 考古学上从商代往前找 倒推 就发现养烧文化 大体与皇帝时代进行关联 当然皇帝本身这个词 讨论起来呢 也很复杂 是皇帝 是一代皇帝 还是某一个皇帝 我呢 初步认为呢 这里面两方面都有 要看具体的语境 总的来说 皇帝时代 我们是认可的 因为中国古人不随便叫祖先了 不随便找祖先了 这是一个到现在为止 也是一个一个一个规矩啊 好我们说皇帝的帝王说法 包括他的出生帝王和所都的帝王 大概的说法有这么几种代表性的 新政说法 天神说法 军府说法 宝基说法等等 大家看新政说 很多啊 很多 但是呢 很多比较早的战国时候的 说到居与雄 皇帝宣源 联系起来 但没有把他与新政联系起来 我看到的最早的材料 应该是皇普密的帝王世纪 西晋 他生于东汉末年 成于掌与西晋 他在他的序言里面 帝王世纪的序言里面 他采用了一种说法 就是说他不一定认可的 就是在他这个序言里面出现了 一种别人提的说法 就是说 皇帝都有雄进行荷兰新政事业 这个是可能是最早的 关于吧 有雄和新政观点 再往后就不用说了 但是我们看 历代的学者 一些老先生 像门文通啊 谭契香啊 藏力和啊 陈志尚啊 顾吉刚啊 杨国荣啊 等等等等 基本上认为 把皇帝和新政进行了观点 就是说 一些古史学家 另外也很特殊啊 天水这个地方 跟皇帝有关的传说也很多 我们曾经到 陈昌啊 这些地方都去过调查 民间有很多的传说 这个细节不说 当然还有曲府说 还有宝鸡说等等 当然还有着陆说 好 这个不细说 大家就知道一个啊 原来新政说比较密集 明确的文献 出在这个黄培为了帝王世纪 虽然帝王世纪 有人说帝王世纪有谷 但是呢 我们看了也就是司马迁 帝王世纪 在那个阶段呢 对于三皇五帝呢 进行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 并且有学者认为 帝王世纪里面 有关这些早期的说法 和经古文上书 都能进行某种呼应 所以我觉得帝王世纪 作为黄培灭言 他不会那么的 完全是一种瞎编乱造 对吧 好 当然这是文献 文献永远有争论 除非是甲骨经文 争论会小一些 我们说皇帝 当然 用这个五帝本地的那边历法 推算 有人说4400 4500 用我们平常的民间 说农历三月三 拜宣元 大概是有人推算的 4700 如果按照我们郑州本地的 有位学者的赵国定先生 他认为有五千零多少年 我们刚才说了 从史记司马迁 我们比较相信 从这个甲骨经文来判断 他的纪年 商纪年是比较可信的话 那我们觉得周纪年也比较可信 那么再往前 是不是下纪年比较可信 等等 就司马迁所记的 这个纪年 大概可信 我至少可以这么说 因为商纪年就很 比较标准 就说哪哪个王啊 这个世系 地系比较标准 就说明他整个体系 似乎比较可信 当然 这是一个大大假 因为我们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这么认为 那么根据司马迁就是 大概他是根据战国时候的 士和地系 就有这么一个说法 原来第一代的皇帝 然后呢 有两个儿子 玄霄和昌义 这两只往下传 传到最后 不是他的叔叔给他的侄子 就他的侄子给他的叔叔 就他两只啊 在这来回交换 就跟说张光之先生说了 商人的什么救生制啊 之类的 反正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 他是按照战国时候的说法 那么 就在这两个儿子的两系之间传播 好 这道理可信不可信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玄霄这一系啊 地库 陶堂 再往下面是什么 商周 对吧 我们看这一只 昌义这一只 比较代表性的 我们说是什么 顺 与 就是下 是吧 这是各在两只里面 他不在一只里 很特殊吧 就说摇地库 摇堂 加上 商周 他是在这一榴的 我们说 这个摇顺宇的顺 建立的雨潮 刚才的文献 是不是雨潮 和我们说的夏王朝 他是在这一只上 首先这条是可以肯定的 对吧 大家记住 因为我过了还还有用 好 我们在 这个 讲一个新发现之前 我想说一下 鱼了图 你先就当着一个 艺术图像欣赏 鱼了图 图 很有名的 这是鸟在鱼的脑袋里面 它表示什么含义 大家看这一个 是对面还有一个 它是互相错位的 这实际上是一个 大鱼头 这是大鱼头 那么 根据我们的研究 根据晚期的东西 那么这个鱼了图 就是阴阳 交合 表示生智崇拜的吧 这一个呢 像赵国威华先生 他们当年都讨论 这个我们不能多说 到晚期还有很多 这样的图像 一直到商代的 一些运气里面 还有很多 这个细节不是说 大家如果说 认为跟生智崇拜 没关 大家看这 这也是一个 我亲自去拍过 高清图片 那张图片 没来得及找 那么在他的眼睛的部位 就用的是什么 男子生智崇拜服 还有他对面一个 也是这样 画得更像 他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鸟手 鸟当然说 我们说累亏的画 对吧 这个是传承很久 表示阴阳阳气 好 你就知道 鱼鸟代表一个阴阳相合 阴阳交合 万类双天尽自由 生机勃勃的意思 好 这都是七千年左右的 相当于半破阶段的 这是我们 宇宙红山庙那个阶段的 相当于养商画的中期 东方的遍解阶段 这是过渡期的阶段 半破阶段 那你说这一个 老代在他眼睛里面 我刚才说了 因为皇帝内经讲得很清楚 人的眼睛 是精气声 一直在三星对文化里面 还有大量 当然包括 双家流的商文化 包括我们别的地方的商文化 就一直到商 我们还找到了大量的证据 就用眼睛来表示精气声 所以你看三星对文化里面 很多的巫师胳膊腿上面 都有眼睛符号 干什么 那就是典型的表示 他非常具有精气神 一直可以通天 达地的这种 沟通天地的这种能力 因为精气通天 生气通天 我们看皇帝内经营 都有这样的描述 好 我们大家再看 符号墨 这里面都是 龙 虎 鸟鱼 虎鸟鱼 有时是龙鸟鱼 因为这个是龙 龙虎鸟鱼 是这样一个组合 我们看到上周的所有的青龙盘里面 凡是有这种都是龙虎鸟鱼 也有时候的虎鸟 虎鱼鸟 它排的有点排错了 但无论如何 你记住 龙 肖鱼 这有个鱼啊 包括化妆东地 五十四号目的 那个牛的身上也是一样 有这个龙虎鸟鱼 有时虎省对了只有龙和鱼 有的时候 大家看到 这个虎 这边有条龙 这个鸟 对面还有一条鱼 这是四公 弗列人四公上面 实际上都是表达 龙虎阴阳之气 交合 传达精气神能量 给谁 给神鸟 这个神鸟是神主啊 是图灯 它要和鱼组合 就是阴阳交合 更由甚至 大家看这一件青铜器 非常乐趣 一个猫头鹰的玄鸟 身上是龙的身上 它和一个人鱼的组合 说白了 就是鱼鸟组合 又加上了一个龙 这里面是龙虎鸟鱼组合 这样就更简化 就用一个神鸟 和龙组合 和鱼组合 当然有一个人腿 我相信 这应该跟宣鸟式的 圣诞神话密切有关 好 你就记住 鱼鸟就完了 大家再看这样一个图 这是龙 底下两条鱼对称的 这是全无博骨馆的 再看虎师人 又很简单了 但是虎师有点底下放的 一条龙 两条鱼 并且一大一小 因为时间观又不许说 根据我的研究 因为这里面的龙 就省略了一个虎 虎在这 看见没有 龙虎 鸟呢 鸟是他 这登居式的是谁 地库 上面有鱼翼 手上有鱼翼 跟三星帝那个 柳头柜头神像 手足上的鱼翼 非常相似 当时长江柳月 它风格一样 很正常 它的登居式就表示鸟 所以这是一个地库 本身离合了 悬鸟的造型 登居式嘛 所以依然是龙 虎 鸟 两条鱼 一大一小 代表什么 简笛和剑吃啊 他的姊妹俩 嫁给他呀 一个人啊 所以赶着你的马车 带着你的妹妹 就是反映了这种婚姻的风水 婚姻的风水 再看这一个 应该是埃斯肯纳 其欧洲 你看这一条苍龙 带着鹿脚饼呢 苍龙和一个神鸟 那么龙加鸟 龙加鱼 它都有各种各样的省略 这一个省略的鱼 就是龙 苍龙八道的精气 是传给谁了 传给神鸟了 神鸟再传给谁 神鸟再传给鱼 这一个登居式的神人 就是一只神鸟 因为他身上离合了 我们说玄鸟 好 我讲的大概 总括起来就是 鱼鸟是从半破类型开始 一直到现在 在各个民族学里面 在兼职里面 还表示阴阳交合的意思 而且呢 在商代我们可以看到 清楚地看到 这个大鱼小鱼 代表减迪和剑吃 这一条苍龙呢 就是商人 把他的祖先和龙 建立了一种直接联系 但是如果跟他融合的话 还是龙 虎 阴阳 赋予他亲戚神 那么所以最后 他再和两条鱼 简直剑吃 凡羊的子之后 都具了龙 阴阳之气 那就是东方长龙 西方白虎 阴阳交合之气之后呢 他就相当于天子 天子子 他从而与龙 虎 阴阳 上帝 天 建立起了一个虚拟的血关系 这是我们后来龙子龙孙的 这种天子的天龙 真龙天子的来由 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 后来龙成为全民族的主人的由来 甚至他有这样一个单元 在器物的底部 就是不给你看 这是天机 老祖先的天机不可泄露 所以如果单纯看这幅图的话 他等于把他这个祖先地库 当然他离合了神鸟 因为他登居士 手足有鸟 有这个羽毛 登居士的神主 离合了玄鸟的造型 那么如果省略了他 单纯看他的话 等于这条龙就相当于他 说白了 他要告诉大家 他的祖先是玄鸟 是地库 实际上他的祖先 也等于一条苍龙 那么他的子生后代 都是龙子龙生 好 这是一株阴阳关系 龙为阳啊 鱼为阴啊 好不多说 好 重点来了 大家说我讲了半天 跟大家报告这个 皇帝 这个问题 大家说皇帝太虚无了 你倒推说 大概像了一样 兆时代 但皇帝真的存在吗 好 我我用别的方法来 跟大家报告 皇帝很有可能 这是我们刚才的 余了图了 大家看这个 登居士的神人 这是玄武博馆 铜骨上面 很多学者 没有这个高清图像 这是我们通过各种 图里 我们找到的高清图像 计算机绘制 很标准 大家看 男子生之崇拜福 这个登居士的神人 像大洋洲 那个神头像 是一样的 他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帝库 身上有羽毛 登居士 离合了谁啊 离合了玄鸟嘛 因为这上面就有猫头鹰嘛 大家看到了没有 所以天命玄鸟 将也身上 这个故事是很早的 确实是成立的 所以饶宗毅先生 在他先世的前几年 一直在 这个 这个纠结这个问题 看来这个问题 是应该有确切的结论 当然他非常睿智的 发现了 花园庄东地 第三号编号的 玄鸟夫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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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吃 现在可以 这个 像这个 饶先生 报告的是 确确实实 他是睿智的 天命玄鸟 降业身伤 伤人的图腾 是存在的 就是玄鸟 这个人呢 就是帝库 他离合了玄鸟 那么他就是一只鸟 他两边又有两条小龙 他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一个标准化的陶铁 或者两条龙 从他两个胳膊上 给他传递精气神 身上又离合了蚕蚊 当然蚕也是有精气神 因为吸引甘露的 对吧 两族呢 就像那两个 男子圣子崇拜佛 中国古代认为 族是什么 雍泉穴的地方 雍泉穴的地方 是圣经高度呼应的地方 好 我们先看这个 男子圣子崇拜佛 就相当于一个 玄鸟的造型 看到没有 然后呢 一条大鱼 一条小鱼 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什么 一条大鱼 一条小鱼 当然另外一个 虎识人忧呢 他不是两条鱼 他是一条鱼 和另外一个是云铃纹 好 这就代表 剑笛和剑吃 这个代表玄鸟 他身上离合的 也是玄鸟 这次就是帝库 他的手已经羽化了 他的竹就相当于 男子圣子 崇拜佛 然后一条苍龙 他的嘴巴都通过骰头 用拓的形式 根据经络学 中医里面讲 蛇 连着圣经 就是大火星啊 相当于龙肾的地方啊 源源不断的 给他输送能量 而且他也是火之行文 你看他的嘴巴上 也是火之行文 这是灵形啊 鱼尾昌龙 露脚 这是个昌龙造型 好 传递给他 他要传递给谁呢 简笛见词 好 最大里条鱼在 这代表谁啊 按照文献的说法 帝库的源匪是谁啊 江源嘛 驯挂为女 驯挂为鱼 所以鱼代表鱼 我们这开始看到 鱼了头 代表阴阳嘛 好 简笛见词有了 那这个谁是江源 这名商人很老实啊 商人没有说 他的老祖先 简笛是最大的鱼啊 他踏踏实实说 江源是最大的鱼 是源匪 最大的鱼嘛 而且呢 江源女巨人级 就在这个人的腿旁边啊 脚旁边啊 这就是文献里面是 江源女巨人级的准确的 商朝的证据 我们再看 另一只脚的部分 这条苍龙 苍龙里面围了一个小鱼 这个鱼是谁呢 根据文献的记载 我们来相互对和简笛啊 和吕士春秋啊 怀兰子等等 我们来逐渠连 来相互呼应的话 我会发现 这条鱼应该是 应该是庆笛啊 因为文献里面记载 庆都和赤龙的交合 这种剩下的什么 剩下的地窑啊 好 我们就可以说 为什么它在谷的上面呢 因为地出万物一正 福西生雷哲 就商人带着 按照文献的记载 说地库带着 他的妃子在 玉与河呀 说本来就是在雷哲洗澡一样 实际上表示了 玉与河就是雷哲 谷当然代表打雷的意思了 而且是鳄鱼皮啊 就是在雷哲的经常出现的鳄鱼啊 我们看桃花庄 龙丘中的这个桃花庄的这个山西 那个商代的龙形的 实际上是一个卷形的 龙形盖的事工 他的上面也有鳄鱼啊 也是反映了这个故事 只不过他那里面是三条鱼 可能把某一个省略掉 这个说明当时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在商朝的时候 都是认可他的老祖先 就商朝 周朝 摇唐朝和帝库 所谓的他所在的那个 不知名的朝 他是一个血缘穿成的 一个地系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谁的说法 商人的说法 那么这个关于可能是关于 早期地系的一个最为重大的发现质 这是商人的材料 如果他做某种整合的话 那是商人的整合 这个没有什么争论 我们看到很多的古书 你觉得都有争论 古书的传承啊 超错了 版本不对啊 但这是商人的材料 当然这个东西呢 是1910年出现在 日本的一本书里面 当年的著有纯粹 购买至原民园 这个抢走的 这些东西 1910年开始在日本的一本 书里面面试 当然这个细节 我就不再讲了 这里面比如说有四个竹啊 代表方啊 整个这个代表园啊 天原地方啊 对吧 还有这分为了三小城啊 还有这里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鱷鱼的骨板 中间呈压子型啊 好像有昆仑结构 有雷哲 就是还是天地阴阳交合的意思 等等 好 我想说的是 如果 如果这个解读是正确的 那么证明商朝人已经认可了 帝库的存在 商朝人认可了帝库的存在 而且我们刚才又看到了什么 庆都 那么姚唐存在 加陶氏 我们再往下看 简笛剑翅存在 那么就是商存在 我们再往下看 那个江源那条大鱼 旅巨人机存在 那证明 周存在 所以说一看 司马前史记的这一套大一统的体系 在商朝时存在 为什么在这个体系里面 我们刚才看到这幅里面 它没有下呀 下后世啊 里面的传说啊 宝氏啊 氏性啊 义米啊 那些所谓的图腾啊 也没有摇顺了 顺人所谓的雨潮啊 任何的这个成分在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它属于这 仓义这一支的 就是这一支 我们看到了个玄武青铜谷 是这一支人的后代做的 而不是这一支人的后代做的 虽然他俩政权来回调换 来回调换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说保守的说 在商代的时候 这种地系学员的大一统 已经形成了 而且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同时变成 我们这样就可以说 什么盘龙城啊 探河一指啊 那些地方的主导的统治者 应该就是商王朝直接派的人 不是什么地方文化多元一体 他就是一体 甚至三星地物化里面也有 商的王氏族的成分 像他的黄金 离合了孔雀花林眼斑的这个 这个 这个销 包括青铜针上的销 包括龙虎尊和登基寺的那个神主 有可能就是商人的地库 因为他和安徽铜白月和 那个龙虎尊和富豪墓里面那个龙虎加人头的那个 也是地库的那个造型 小双桥里面的龙加虎加地库的构建 高度一致 我也想说明 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就能看到 当时的中国文化 多元一体的一体化 至少是大于多元的 如果尤其是从地系的角度来看 从统治的学院观影的角度来看 当然也有可能这里面有某种枕 但是中华民族传统一般不是一遍遭牢 在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信仰 又加上我们刚才看到商朝人的这个体系下 又加上司马迁的一系列的地系 来源于战国的地系性 四本那国语比较可信 又经过商朝甲骨的一部分的证实 周的甲骨的一部分证实 我们就可以说 全无博管通过所反映了五帝时代 这一系的大一统是成立的 地系的大一统 那么间接的说明他为什么 跳过了其中的下 跳过了其中的羽巢 在他中间他不说 说明他很有可能是另外一支 所以他不表达 好 既然这一个很可能是地库 我的认识 从目前认为就是商人表达的地库 而且表达的地库巢 你看这个巢巢 唐巢 商朝 周朝 几个朝 四个朝 又签了几个历史人物 地库 一个历史人物 剑笛一个 剑吃一个 庆都一个 江源一个 当然在他们生下的小孩 后继 地邪 地遥 要签了七八个历史生化人物 所以这件东西可以说是 研究中国上古事体系 不可或缺的珍贵材料 好 如果地库在商人的这个价值观里面 世界观里面 地系观里面 血缘认识里面存在的话 我们按照刚才司马迁的 这个体系里面 地库如果存在的话 你看 往上面再走两代 可不就到了皇帝了吗 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们刚才说 从考学文化来看 从后往前推 大概养烧时代 或者加上妙艾阶段 是皇帝时代的呼应 那么皇帝真的可信吗 从刚才说的 竟然地库在商人的观念面 可信 再往前面走两代人 那有多少年了 皇帝的存在 显然就具有相当相当的可能性 当然皇帝的存在 本身具有一些虚无的成分 具有叠加的成分 具有一些神话的成分 这是世界上古史的基本特征 所以我们大哥不能因为水的问题 把小孩也给他破走了 我们相信我们的老祖先 在人类的童年时代 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 皇帝时代 我认为是应该存在的 好 这就是我对双槐树遗址 作为和洛古国都一 他可能的性质做的一个解读 当然他与南左 像有些学生认为的 隆东古国 大地湾古国 他们什么关系 我初步认为 他们很可能是一个 高度的联盟关系 这个盟的盟主 很可能就是 和洛古国的这个 某一任的皇帝 或者说就是某个皇帝 某一个皇帝的世系为主 那么大地湾和南左 可能就是他的一些 重要的同盟国 因为他都是仰少为主 是他的大后方 甚至我们看中国历史上 有多精致 有两精致 像商朝演示上 能够震动商臣等等 甚至我们不排除 从某种意义上 在一定时候存在着 以和洛古国为中心 大地湾古国 隆东古国 这两个古国 甚至作为某一个 繁盛时代 所谓的皇帝的 其他的陪度 或者叫做多精致里面的多精 当然他们的组织架构形式 还是一种大的联盟关系 因为民意上的统一 可能是更加 民意上的统一 不能代表实际上的各自为战 这个来得更加真实 好 我的汇报到此结束 不一定正确 请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多多指正 好的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顾院长 这非常精彩的演讲 然后给我们看到 其实一个 即便是新石器时代的 一个考古遗址 那么我们可以从 通过跨学科的研究 其实是可以看到 或者说是可以推想到 古代的我们的先民 他们的在动物啊 植物啊 包括他们日常的 习俗啊 包括他们的信仰啊 都可以从这些 发掘出土的遗迹上 得到认识 所以现在的考古学 真是 跨学科的研究 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件事情 那么当然刚才 顾老师也谈到了 就是双槐树遗址 其实是跟我们古史传说 当中的皇帝 其实是可以有 对应的一个关系 包括他们这个皇帝 这个他们的一些信仰 其实一直就延续到 我们在商周时期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看到 有观众的提问 他说啊 那个顾老师您好 您所说的某一些 双槐树遗址的建筑特征 比如说前唐后石的 在西周时期也有运用 那么我的问题是 西周的建筑特征 是否与双槐树遗址 有所关联 如果是西周是独立发展出来的 还是部分继承了 双槐树遗址的建筑特征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双槐树遗址 是否有一些 任何的文化特征 在之后的朝代 如商周等依旧存在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 刚才顾老师在讲座里面 已经涉及到了一些 请顾老师 好的 好的谢谢 我不是研究建筑史的 这个特别的专业 我可以谈一谈 我的关注的一些东西 刚才说到双槐树遗址 它的建筑不是前唐后石的 就是在那个阶段 前唐后石是大地弯 那个F901 和我们这个南左遗址的 最新发现的 那个宫殿式的建筑 它的结构是前唐后石 大家看看F901 420平米对吧 这个南左遗址 那个大建筑呢 大概是680平米左右 它基本上是前唐后石 就一个类似一个 奥子形样 U字形的建筑 那么这种建筑的风格呢 后来被我们看 楼山某的大型的 这个四合院式的建筑的 单体建筑的所承熄 这一个呢 这个在关中啊 陕北啊 等等这些地方的 甘肃的东部啊 甚至是我们刚才说的 秦安县大地湾啊 第二台地的 我们中国的第二台地的 开始那个阶段 那个那个 起始点那个地方的遗址 就这个一个范围内的 这个建筑 大型的高等级建筑 可能被后来的 关中地区的 商周建筑所沿袭 但是呢 我们后来发现 这个郑落地区的 这种唐 这个秦 这个合并的这种 合在一起的这种建筑 后来呢 和刚才说的 这种前唐后石的建筑 逐步逐步也进行了融合 只是呢 郑落地区在 衍赛里头 所谓的大力通化 夏王朝的时候 和商王朝的时候呢 他保留的 我们刚才说的这种 大院子 小房间 组合的一块 这种风格呢 更明显 更典型 好 另外就是 有一个问题是 双槐树的人骨检测 跟二里头的检测 有基因联系吗 双槐树的 女性来源是哪里 现在是这样的 这一个呢 我们目前的检测 像复旦大学 吉林大学 四川大学 中科院 古籍动物所的 富巧妹的团队 郑州大学 都在做 我是了解了一个 大概的情况 刚才给大家汇报了 一个是这个 他的三百具人骨左右 这个男性是基本上 不干活的 就因为什么呢 他的从体制 人类学上能看出来 如果从基因的角度来说呢 男性的基因比较 稳定 女性的基因比较复杂 当然也间接反映了当时 比较特殊的这个 居落外的这种 不落之外的婚姻 这种模式 但是男性的基因呢 根据我的了解呢 学界给我传达的信息 但是还有正规报 还没出来啊 就是 更偏滑白 或者说我们 有一些人是这个 在历史上 讲我们的汉民族的形成啊 所谓的现在的 现代的汉人 哪些是更 更纯一点的 哪一些是更 更怎么融合的 当然大家有一些 这个这个 这个研究的见解 现在呢 关于这个关系呢 还没进行研究 尤其 您说的 他和 像西州的 像商王的那些 DNA啊 有没有 做对比 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抱歉 如果他们有这方面 我可以转达一下 让他们将来呢 迅速的这个 关注这方面 很有意思 好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请问 顾院长 我的家乡就在南左 请问您 南左遗址 作为和洛古国的陪都 还有哪些 比较确定的证据 谢谢您 好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 因为南左呀 早年我说了 北京大学和西 和甘肃省考古所 曾经做过三次发掘 当时我的老师啊 像阎文明先生 雷水晨先生 都曾经在那里 做过发掘 但是当年呢 这个发掘了三次 后来呢 因为大家都很忙啊 忙于工程的 忙于啥 渐渐的把这个工作 就淡化了一点 再到后来呢 我们曾经在当地 调查过三年时间 也准备要做发掘的 但是后来呢 因为我的师兄呢 中国人民大学的 韩建业教授 他家呢 也是那个地方的 所以呢 他们呢 又做西北的研究 所以后来 他们来做了 也令我们非常高兴 他们很快就取得了 重要成果 这是呢 我对南左遗址的 这个一个了解的过程 然后呢 南左遗址 我刚才说 它是这个 和洛古国 这个大古国的一个 多金字中的 其中之一 当然多金字 就包括佩都 佩都中的重要者 往往可以称为 所谓的两金三金 我们后来看到 甚至出现了 东金西金 南金北金 这样的四金制的结构 我刚才说的这个呢 是他的 可能是他的一个 佩都分母 已经只是一个 错误的推测 如果说重要的证据的话 我目前只是从 这个我们看到 双怀术移植的 高级别的东西 它和大地湾 是有文化交流的 它和南左 是有文化交流 比如说像 F901里面出土的那种 跟那个喇叭式的 铃档型的 倒铃档型的这种 特殊的器物 那么还有我们说的 这个类似一些 犬杖头 但是呢 这种 这种培都啊 或者金啊 可能是在 某一个阶段存在 我刚才表达的意思 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存在 如果它强大了之后 比如说 某个国家 七处压造 韩伟秦 那它有一段 臣富于它了 那么你在我这个地方呢 那你就来 做我们这两个国家的首脑 那么我要给你提供 立功别管 但是呢 从目前更为广阔的 区域来看 这三大部落 在第二台地上 它们之间都是 养着的大型 相互时间 肯定有相互的 至少是联盟关系 但是在联盟的过程中 看谁强大 谁一时一刻 就可以给它拿下 那么它有可能就是 成为它的一个 没路了 再一个证据是什么呢 我想说的一个 推测的一个证据就是 我们中国啊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态势 历朝里代 我们现在讲 打仗的时候 要御驾清真 是吧 你看当年这个 这个康熙啊 往西走啊 他要御驾清真 我们在夏王朝的时候 在商王朝有个现象 基本上首都 大首都都在边疆 在边界 在与抵对势力 或者说当时的竞争势力 相对震的前沿 我们看这个双槐树 这个刚才那个防御聚落 它主要 我们当时的养商文化 这个大的人群的 这个战略竞争队是谁呢 去家里 大门口 但是谁在这前缘呢 河洛国在这前缘 根据我们说的夏和商 当时的真正的大都议 它都是在战略的前缘 好像是这个御驾清真一样 领导带头一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 我做了一个推测 很有可能双槐数 在整个这个大文化 养商文化的体系里面 而且就在黄河的中有 在5300年前后 比如说5300到489 在这样一个阶段 它很有可能在某一个时段 充当了这么一个 聚域联合起来的一个主都 我不知道这个回答是否清楚 只是我的一个戳不推测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埋在墙下的温冠里面的是什么人 那个是他那个半月性的 一万八千平米的大兴居址的 温城的城墙里面的三个温冠 这三个温冠呢 目前都是用小孩 婴儿做牺牲的 用婴儿装到温冠里面做牺牲 是中原养烧时代的典型特征 并且我们在其中的一个温冠里面 还发现了湿淡白 就是说明什么呢 这里面这个小孩身上 还裹得有丝绸 它是作为一种祭祀 就是盖城的时候 为了我们现在说 祭祀某个神 祝你让我们在建城的过程中 能够建城 能够不倒塌 能够万年涌固 能够抵挡着底人的进攻等等 就看我们欧洲 有一些他的城墙祭祀的时候 这个建设的时候 他会把一个非常勇猛的武士 给他砌到这个墙里面 为什么 希望我的这个墙 要像这个武士一样 那么坚固不破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的 还有 还有不少的问题 说 那个 顾博士 您好 那么 双淡树遗址的发现 是否可以说 为证实 中华文明的相关起源 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我想 这位朋友说的是对的 因为中华文明的起源 首先文明的定义 大家现在都有些争论 当然我们中国上书谣点里面 说瑞泽文明 包括我们意义 周一方面讲这个 献龙在天 天下文明 很多学生也做过研究 说我们中国古代的文明二字 包括后来我们 这个儒家 道家 所主张的核心 说什么叫文明 那叫真宠天道 地道 人道的秩序 强调内心的道德 这是我们东方的特点 但是我们现在说的 这个考古学里面 现在大量的学者讨论的文明 却是我们说的这个 像恩格斯 像霍布斯 所讲的文明 国家是文明的高度概括 那么这个文明 如果我们读资本论的话说 大家可以看到 他所强调的反应是说 这种文明 只有暴力机关 有监狱 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然后国家出现了 一部分统治另一部分人 压迫另一部分人 那现在 我们的常规理解 就是不文明 所以马克思说 那这个资本主义 从头到尾 都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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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往下怎么走呢 我们要走到 所谓的更高级别的 相当于中国的大同社会 所谓的共产主义 作为一个目标 所以呢 他的这个文明呢 现在大家讨论的语境 不是太一致 但是作为学术的常规讨论啊 我们现在用的语境 还是 所谓马克思说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双怀树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是大型供电 一个是社会分工产生 因为他这一帮人就不干活了 周边还要缩个层呢 缩个大型聚落呀 里面的人都是干活呀 都是种庄稼啊 等等 做资源呢 有的地方可能是做实气加工工业 我们现在有些实气复杂化研究 已经发现了这个趋势 所以社会分工 这个阶层比较明显 那么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比如说前朝后勤 这种规制 还有包括墓葬的相对的 这个贫富的这个区别 已经开始出现 这当然就是 当然还有一些非正常死亡啊 还有一些类似殉葬的 这个这个这个现象 还有人是非正常死亡等等 这就反映了我们说的刚才 这个国家文明的这个定义方面的 像宫殿前朝后勤 当然还有中国很本土的一些 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些 这个本质的特点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建中立极 对吧 它的宗族县 核心的建筑大致 分布在宗族县上 当然中国历朝历代的宗族县 因为建筑本身和地理地貌的限制 有时会略为错位 甚至一条跟另一条错位 但总的来说 是在中心的位置上 左右偏移不了太多 然后前面有个高山 就是建中立极了 还有比如说 中原的我们看到大量的墓葬 虽然有所分化 但是基本上是相对平等的 就大人物和一般人物区别不大 这显然就是李柏谦先生当时提出的 中原文明这种相对先进的模式 在那个阶段 把省下的钱大力去发展生产力 这个养育人口 做公共建设 而不是单纯的容易墓葬 实际上相当于当时一种比较先进的理念和模式 最终呢 他战胜了所谓 比如说梁柱 红山等等 巨压岭等等 他繁荣起来 当然我们刚才说的道德情感方面的 比如说 在双花圆树遗址的杯斗九星 他非常非常重视天极 非常非常重视 杯斗的天极附近的圆秋 就是非常注重天 不像我们说 我们通常意义上的 不严格说西方文明 他只注重个人 注重这个神 对吧 我们注重龙统的就是一个天 当然有天神 后来也有很多 那么在天极这个位置上 就形成了中华民族一个什么 相心力 天上的星星参杯斗 杯斗又围着北极传了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这种 相心力呀 关注中心啊 还有我们看浦阳西水坡 那个六千四百年前 后纲一期时候 在太极那个点上面 董亏延长一部分 在那个点上面是一个人在修炼 修炼什么呢 修炼道啊 所以浦阳西水坡的四个遗迹 第一个小周天 第二个大周天 第三个就是炼金化气 炼气化虚 炼气河道 说白了 就是我们后来的内丹树 说内丹树的起源 非常非常早 但它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道 道的本质就是什么 中华民族的这位传统的心灵 讲究生机 讲究万类 双天尽之游 所谓的天道 地道 人道 三彩合影 我想这在双怀树一致里面 非常明确的体现了 包括它的三重还豪 同时规划 在一定的阶段 共同使用 就它反映的天的三横的内面 包括双怀树一致出现了 祭坛 F1 一号宫殿 它的长宽比 征循什么 征循根号爱结构 这就是原方相切的 阴阳相合的 用朔雷来表达的 就相当于西方的所谓的 古希腊古罗马的0.618一样 这都是中华传统文明 非常注重内心 注重天内人 相合 在这个阶段 明显出现 好的 还有三个问题 其实都跟这个文化交流有关系 就是双怀树遗址 跟周边考古学文化 那个存在的一个交流 比如说 它跟三星堆的 这个比较 然后另外呢 如果说 输入的话 那么在 它的这个双怀树遗址里面 有没有 是否存在 其他相文化相关的遗产 然后另外呢 如果说是输出的话 那么双怀树的 以指为代表的 大河村文化 是否与庙底沟文化 一样有着 强势的文化输出现象 那么这种文化输出 在 闪 静 济等地区 有没有相关的考古发现 谢谢 你好 这个问题是 提得很好啊 但是也是 我们现在的研究啊 我们现在正在承担一个 国家重大设计科基金 也正在做这个方面 也是比较困难的 当然呢 核心呢 我们要做 常规的文化因素分析之外 要做一些有关 信仰 精神 它背后的东西 一些分析 比如说 双怀树遗址 集体周边 我刚才说的 那个 一落河上游 到玉东 到北部 到新乡 甘肃 山西省的东南部 南面至少到了 松山左右 南北 这个区域范围内 我们认为可能是 河洛谷的 核心区的范畴 在这个范围内 有大量的 区家领文化的东西 成主的 而且还有 区家领文化的墓葬 非常风格 非常典型 包括有大文口文化 比较丰富的东西 就说当时的 徐家领文化的人 甚至有一些就过来 大文口文化的人 就过来 甚至穿越这个区域 一直到了 这个像 这个我们说的 这个 桑洛地区 甚至到了 山西的桃寺盆地 附近 所以这就说明了 周边的文化因素 一 区家领和大文口为主 在这个地方呢 有比较明确的体现 当然在我们 从考古学的一些现象 一些细则末节来判断呢 大量的还是一种 表面的融合 没有经过什么 特别的这个争动 但是呢 也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当时养烧 文化的人群啊 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 刚才我说 有一些城呢 有些防御性的布局啊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关于双槐树 这个我们所谓的 大合成文化 或者再稍晚一点 再稍早一点 养双文化中期略晚 到养双文化晚期 你知道龙山的过渡 去这个阶段 它有哪些元素 在闪禁忌有些表现 这个方面呢 这个从目前看了 我刚才说到个泛族了 山西东南部 已经有了 黄河百岸已经有了 新乡附近已经有了 已经传过去了 西部我们甚至可以看到 到了这个洛阳地带的 宜洛河的上游 但是呢 目前看到 过山门峡的东西少 有 少 而且呢 过去的东西 从目前看了 是非常高级别的东西 比如说 我刚才讲的 像这个 这个像一个铃铛似的 就上面 上面 上面非常大 底下立马内收的 那种东西 很少见 在中原地带 就正落地区呢 大概就看到 有三四件 但是呢 唯独在大地湾里面 也见到了两 并且大地湾里面的 那个东西呢 还在F911里面 其中的一件 闲人级别是非常高的 这就反映了呢 我们当时 把这种东西 给它有输出 但这种东西 为什么不是 它输入到我们 还是我们输入到它了呢 因为这种东西 根据我的研究 说不认识 它是应该来自于南方 跟所谓的 大西区家林 这个体系 就有密切关系 我们看沙阳遗址 就是那个 陈阳墓地 沙阳县 那个陈阳墓地 这个它 它里面就有 这样的类似的东西 应该属于 大西区家林系统 所以呢 这种东西 到了中原的之后 到了正落地带 被当做一个 逐渐给它做成 一种很特殊的 这个具有累义性质 还是说成绩的东西 后来传到了 我们说大体观 这个看得比较明显 并且中间的漏线 就是经过洛阳 因为我们在洛阳 也发现过 一件两件 并且我在三本侠 它的仓库里面 一个线里 有楼市线的仓库里面 曾经也见到过 一个产片 另外呢 西面当然也往东面 我们刚才说了 像类似 全帐头那种文化 它在这个 这个关中地区的 像半坡阶段 就已经明确出现了 在大地湾里面呢 也已经明确出现了 并且在养庄文化的中晚期 沿着内蒙古核桃 到红山等等 在我们双槐树 一直也出现了 只不过呢 它把它上面 加上了一些点 所以它又在 所谓的河图洛书 经常传说盛行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得 把这个权杖 加上了一个中午 外面一个十山 所谓的千期第六 似乎与河图洛书 也有某种联系 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比较明确的 高级别的文化 好 谢谢 谢谢顾院长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这一次的讲座 就到此结束 那么非常感谢顾院长 精彩的报告 以及非常耐心的解答 那么如果说您 就是错过了有一部分的 这个讲座的内容呢 那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整个讲座的录音呢 就会上载到我们文物馆的网站 包括那个bilibili 包括我们的facebook 那大家都可以看回放 那么我们在 我们结束这个讲座之前呢 那我们就 因为我们每个月的 最后一个礼拜五呢 都会有讲座 那么下一次的 下一个月的讲座呢 就是王姓博士的 王之轴线河北太子城 今代行宫遗址的 有关这样的一个讲座 那么时间一下子就 退后了非常几千年 那也欢迎大家 我们踊跃的报名 那么我们8月26号再见 那么让我们再次感谢 顾院长的精彩的报告 祝大家也有一个 非常愉快的周末 再见 谢谢顾院长 谢谢徐教授 谢谢各位 请大家有机会 一定利临我们郑州 我们到现场参观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顾院长的邀请 谢谢 好 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